Hello 大家好 Hello 石屬好 大家好 石屬 您好 石屬 最近英國有一宗挺奇怪的洗錢案 其中一個主犯這個簡敏 他已經在3月18日被定罪 是涉嫌洗錢 以及會在5月10日宣判的 而這宗案涉及6.1萬枚的比特幣 相當於是43億的美金 也挺大的 另外一個主犯 錢志敏 還涉嫌賄賂中國的遼寧公安 石屬 您怎麼看這件案 英國和中國兩地都有涉案的 是啊 這宗案最奇怪的東西 最有意思的東西 第一 它涉及43億美金 因為你6點多萬個這個比特幣 現在是 大家可以查一下可以查到的 今天又升 升到7萬美金 6、7、43 即是43億美金 7萬多一個比特幣 它有6萬多個 當然就很厲害了 很厲害 這宗案 其實警方拘捕他們 應該是2018年 2019年的時候 很久了 是 很久了 很久了 所以當然現在這個減民 減民 這個中國人 這個中國女人 現在要判他 洗錢罪了 當然他就不會承認 他說不關他的事的 他都不是他的錢 所以現在這筆錢是誰呢 當然就是現在最主要的那個反 叫做錢志敏 都是一個女生來的 錢志敏 都是一個中國大陸的一個人來的 但是這個人就走了 即是不見了 抓不到他 就是逃走了 逃走了 抓不到 你要知道 如果你有幾十億美金的話 你真的抓不到你 你在世界上 你可以花錢 要買很多什麼假身份 你又不用用這麼多 你幾百萬美金 幾百萬 一千萬美金 當然可以躲在某一個地方 只要你守得住那個寂寞 你就不要跟別人溝通 你可以躲在 當然這件事說起來比較奇怪 一個錢是很多 第二 兩個人都是中國的 第三 這筆錢是什麼錢來的呢 是哪裡來的錢呢 當然這兩個人掌握的錢 你看看你現在都是中國大陸拿出來的錢 它就不是通過 好像我們說這個走資 通過買美金 買黃金 它就用了另外一個方法就買比特幣 買比特幣 用比特幣的這個方法就轉移資金 所以你要知道2018年 中國正式禁了這個比特幣 就是不可以在中國教育 原因是什麼 大家應該很明白 我們說這件事其實都是挺QK的 就是比較有意思 簡文 她是一個中國河南的一個女生 就是她在中國就認識了一個英國人 可能是在中國旅遊 讀書 教書又怎麼樣 她就跟這個英國人結婚 之後就生了一個兒子 就移了去倫敦 她在倫敦讀書 接著畢業就在倫敦 就留在倫敦 當然做了幾年就跟那個英國人就離婚了 帶著一個兒子在英國 但是在英國她找不到工作做的 你可以想這些應該不是讀書很厲害的那些人 英國只是做一些很普通的 在參觀裏面做的那些事情 就是做很普通的 所以比較窮 又要照顧一個兒子很辛苦 誰知道好死不死 讓她認識另外一個女人 這個人就是那個錢志敏 錢志敏當然她都是差不多年紀的 她就是在中國大陸比較厲害 她是東北那邊的人 看到這個錢志敏之後 就哇一百八了 首先她的人工 她看到這個錢志敏 這個減民就幫她做管家 有兩個人就搬到倫敦西區 一個豪宅裏面 一個月的租金是1.7萬英鎊 真是很豪宅 整十幾萬港幣了 是啊 很貴了 差不多十幾二十萬港幣了 你知道真的很厲害 當然她幫她買英國的房地產 買外國的房地產 包括什麼意大利 什麼西班牙 包括英國的房地產開始賣 那她就出那件事 就是因為她就在倫敦買一個豪宅 四五百萬的一個豪宅那時候 就在錢銀的轉賬那裡 可能出了一些技術上面的故障 就給那個銀行 就說你錢哪裡來 她又說不清楚 又沒有即時就拿錢過來 銀行就怕起來就報警 那警察一查呢 哇 大件事了 這兩個人哪裏有這麼多錢呢 導演就查啦 越查越厲害 就18年那時候 走進去抓人去調查 導演這個錢智敏 就被她走掉了 就離開了英國 這個減民呢 就比較 因為她可能就是比較 她是英國 她住在英國 她兒子在英國讀書 就現在被告了 但是她是作為她的管家 她幫她管這些東西的 因為那個錢智敏 是差不多不懂英文的 還有她有些 就是以前有出了一個車禍 所以有些腳就不太方便 就是要給別人招呼 但是那個錢是她的 一邊查一邊查 原來呢 這個錢智敏 她的錢從哪裡來呢 她從中國來的 你記得17年18年那時候 中國大陸很多那些什麼爆雷 網上的那些存款 很多庫訣的嘛 理財產品那些公司 就有問題 出了問題 就是那個時間 這個錢智敏 就是同一幫中國人做那樣東西的 做那個理財產品 當然去到17年18年就爆了 這個 就是中國大陸爆了 它是涉及四百多億人民幣 四百多億人民幣的錢 現在中國是控告她的 控告她是騙了 那些投資者 有多少人呢 十幾萬 十幾萬就是四百多億人民幣 當然就很厲害了 但是呢 我相信她一定不是 四百多億人民幣全部拿出來 可能用 就是拿回一半 可能百多億 幾十億這樣 但是她就減了這個 比特幣的方法 減了這個比特幣的方法呢 比特幣呢 在那個時間 只有幾千元 你不記得嗎 我那時候呢 在香港那時候 我寫了一篇文章 說比特幣很厲害 是吧 那時候只有多少 三四千元 兩三千元 是吧 現在是七百元美金 一個比特幣 所以她買了一個比特幣呢 就厲害了 所以現在呢 就是等於她買了一大堆比特幣 比特幣呢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這個區塊鏈 就是她的 是一種數字貨幣 所以她就 就是 你有一個數字錢包 你就走去哪裡都可以用的 什麼都可以買的 所有的錢 所以她就走了去 她又買了一些 就是這個錢字文 之後呢 就買了一些什麼 其他國家的護照 就到處走了 因為如果你有錢 你買很多國家的護照 都可以買得到的 就到處走 就走了去倫敦 當然這一次就被拘捕了 她就 又不知道走了去哪裡了 但是這個減民呢 就 就是有問題了 現在的問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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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萬個 比特幣 現在 還剩在她們的錢包 那個數字錢包裡面 它不單止一個數字錢包 它是幾個數字錢包 在裡面呢 6.1萬個 比特幣 這個是多少 是43億美金 43億美金 43億美金 這筆錢 會去哪裡 100% 不會回中國的 英國人 現在發達了 全世界都是這樣 如果我幫你清洗錢 清洗到的錢 對不起 不會還給你的 有些國家呢 有這個交易 還你70% 30% 有些國家呢 是20% 80% 因為中國政府 和這些國家 是沒有飲到條約的 沒有飲到條約 但是它又想捉回這些貪官 所以很多這些國家 包括歐洲 包括美國 就和中國的司法部門 是有一個交易 這個交易呢 就說 好 如果你給我證據 我看到它真是經濟犯罪 或者刑事犯罪 我會把這些人趕出去 我不叫做引渡 我是將它遣返 因為它一定有其他問題的 譬如說 簽證的問題 偷稅的問題 一定有這些問題 我弄到一個問題 我就將它遣返 我不是叫它引渡 我不是抓它 而是用這個入境的法律 海關的法律 稅方面的法律 將它趕出去 趕出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交給中國方面 中國就是將它帶回中國 但是那筆錢怎麼辦呢 如果拿錢怎麼辦呢 對不起 錢就沒有了 錢就被那個國家拿了 如果你有引渡條約 通常呢 可能就是五五開 譬如說一個美國人 騙了美國人的錢 走了去法國 法國就把這個人抓了 兩個國家有引渡 就把那個人引渡回 美國和法國可能就是 一人一半 收回來的錢 但是沒有喝到條約 和沒有這支歌仔出去 所以這個錢就沒有了 但是中國你要反腐 你要反腐 你要急於抓那些人回去 你抓那些人回來 就不要要錢 以前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我知道 好厲害的 還有一個小小小的 很窮的國家才可以把錢還追回 其他國家是追不到的 錢一定是被英國人拿走的 不能回去 但這個上面有幾件事可以討論的 第一件就是這個錢志敏 他其實在中國裡面是被追的 就是他的公司 理財公司 在中國大陸是被人報的 叫做天津南天革裔 那間公司是被告的 但是告的時候 告的人是沒有這個錢志敏的 是他的合夥人 其他那幾個都判了十幾年 但是沒有這個人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他據說他還可以回到中國 就是他要回去再出來的 所以這個當然就很奇怪了 第三個很奇怪的點 就是英國警方拿了那個數字錢包之後 2018年拿了嘛 到今年五、六年了 居然發生 銀包裡面的錢又轉了出去的 是啊 很奇怪啊 是的 他那個比特幣轉了幾十個出去 那個錢 本身的錢 他還有美金的錢 又轉了百萬 百幾萬美金出去的 所以這個說明什麼呢 說明呢 後面還有高手 就不是這個錢志敏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為他又不是很懂英文 他又不是很懂這些技術 很多 那麼後面誰不幫他做呢 還可以把錢還可以轉出來呢 可以做這些事情呢 雖然他走路了 逃跑了 但是他要很高的科技才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所以當然就是 所有人都發出這個疑問了 這個人什麼 什麼呢 現在大家猜吧 就是這個錢志敏 本身就是和中國的公安是有關的 或者和安全部門是有關的 因為中國其實 講到這個比特幣 中國政府一方面很頭赤 就是說很多中國人賺到錢 他想走資的時候用這個比特幣 用這個數字貨幣走資的 走了去其他國家 所以他就 第一 將中國大陸交易 所有這些比特幣交易 全部終止 但是有一段時間 你的比特幣的滑礦 他不阻止你 他不禁止你 這件事情就很奇怪了 你如果沒得交易 那麼那幫人 挖了的礦 就是挖了 挖出來的比特幣 是有什麼用的呢 你沒得交易 他就不可以拿錢 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他拿了那個東西 有什麼用的呢 所以這個中間 一定是有問題的 他只是表面上 禁止了交易 但是實際上 是有交易的 一定是這樣 那些人才會去做這個事情的 那中國政府為什麼要 一方面禁止交易 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放一馬 要給你去交易呢 因為他都需要這個角度 沒錯 因為中國政府都需要 這一種的形式的貨幣 我講大一點 中國現在是講人民幣 國際化 因為他最不喜歡的 就是現在這個美元 這個國際貨幣 全部都是用美元來交易 結算 他最不喜歡的 他想改變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人民幣的國際化 目標就是這樣的 代替或者很大程度 去代替美金的這個國際地位 但是這個不是這麼簡單的 現在香港就是做這個前鋒了 要專門幫人民幣做這個國際化了 所有的香港金融中心 所有的香港金融中心 最重要的 擺放的 投注就是這一點的 成功 香港就可以延續一段時間 不成功是馬上死的 但是人民幣 怎麼可以變成國際的結算貨幣呢 其實這個是很難的 他用了很多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金磚國家 大家用自己的貨幣 比如說我把人民幣給阿根廷 給巴西 給其他國家 給俄羅斯 那接著呢 你由中國買東西 你就用那些人民幣來買 你們之間還可以買一買 這個是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其實 是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大家的信用都不好 大家的信用都不好 就是有些問題 不是一個成熟的 國際的結算的一個機制 這個是一個 第二呢 中國有很多外匯儲備 你全部買了美金 等於你托著美金 所以中國就開始賣美金 那剩下的錢做什麼呢 你用什麼存錢呢 當然黃金是一個方法 買抗產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買比特幣 就是用比特幣來做 所以這個比特幣呢 就在這個中間就很奇怪了 中國政府一方面 不想它把錢利用比特幣 出到國際上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它需要比特幣為自己服務的 所以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說這個 不是中國政府的一個被動的 是一個做法來的 而是中國政府主動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講到這裡 大家就明白 為什麼中共的安全部門 是有一批真是高手和專家 是專門玩這個比特幣 它是中國大陸 是有一批是比特幣 或者叫做數字貨幣的高手 它說到這裡你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錢智敏 它後面這一批人 當然不是簡單的人 是吧 它可以把幾百億人民幣 轉成比特幣 轉去海外 但是這一筆錢 被英國人扣了之後 還有人可以開個後門 偷回它出來的 偷回一些 不是全部都偷了 偷了一點 偷一些出來 這些是高科技技術來的 你知道以前搶銀行 就是我那時候 那支槍就可以搶的了 就是盲著面子 但是沖油就可以搶的 現在搶銀行 就不是用這個方法了 這個就是高科技的搶銀行的方法 這個高科技的搶銀行的方法 是中共那邊 二十年前就已經開始知道了 1989年的時候 就是90年代 中國大陸的最好的大學裡面 學數學的 有些大學 整間大學 學數學的那些學生 整批整批 一畢業整批全部人 全部 那些學數學的人 安全部做什麼呢 當然 我當時就很奇怪 問一些朋友 朋友說 沒事 就是做這件事 就是做 解密碼 主要是密碼 主要是做密碼 解密碼 和切密碼 所以中國大陸 電腦方面最厲害的 就是解密 你有一個密碼鎖 可以把你解開 你加密 可以解密 或者它的加密技術 又比較好的 所以很正常的 當比特幣這種東西出來的時候 就是 中國大陸 一下子就變成 最 最 玩得最好的 很快 所以 去到2017年 那時候 全世界的這個比特幣 差不多一半以上 是控制了 在中國人手上 比特幣總共有多少 兩千一百萬個左右 即是說有一千萬以上 是控制在中國人手上的 而且很大一部分 是控制在中共的手上的 這件事呢 就是它做這個國際金融 或者是幫助它們 這個損害美元或者歐元的這個制度 一個最重要的方法 為什麼說到這個錢志敏 這件案件 就是會發生很多事情 所以現在我想 英國人也好 美國佬也好 應該追這個錢志敏後面 一串這些事情 可能可以追出來 追出來 前一段 你知道最近 有很大的一件事 有人通過這個 這個數字貨幣 主要是比特幣 向俄羅斯轉200億美金 200億美金 我們說起來有很多 但是不是很多的 你看一下這個 他打仗了 錢志敏 簡民這件事 兩個女人已經轉了四十幾億了 是吧 200億美金轉過去 就是被美國人發現了 就凍結了它 嗯 好了 現在就說 你這筆錢轉了去俄羅斯 就不合法 好 退回去 沒有人認你 沒有人說這筆錢是我的 因為如果誰承認 那筆錢是他的 是違反了聯合國的制裁法 你就有問題了 但是你想一下這個世界上面 有哪個人 或者有哪個機構 或者哪個國家 有200億可以彈一聲 給了俄羅斯的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但是大家裝傻 你以為夜輪去北京 談什麼 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大的 一個事項 你不要啊 不要這樣搞 因為他知道這筆錢是誰 嗯 所以這個比特幣 可以做什麼 大家就看出來他的作用 明白 我不可以通過美元結算 就給俄羅斯的 但是我可以通過比特幣 或者其他的數字貨幣 轉過去 但是現在是被你查到的 沒有查到的那些呢 嗯 所以這個是很大一件事 因為全世界就不知道 因為共產黨 中共那邊 真是所謀甚遠 就是他想了很久要做 他是想做這件事 就是想了很久要做 他這宗案 當然首先是一宗奇案 但是後面 他牽出來的後面的東西 背景那些東西 其實是很多很多 嗯 所以這個為什麼重要就是這樣 明白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社長的分析 好 多謝 多謝大家 拜拜